主席 因為今天要拉過我不可以趕出去,所以我就忍辱負重在這裏 林鄭月娥,司長 剛才在主席未出來之前,我要給你這塊馬屎 馬屎憑官勢 政改騙港人 主席,你真是精明 梁國雄議員,你不要發表長篇,我要制止你發言 我們是對人的,我們有感覺對一個人 具體的人,他們全部都講 你只能夠提出簡短的問題 司長,你今天成王命來這裏 我剛才給你這件事 就是代表所有參加過雨傘運動 和投票給泛民和投票給你的 就是馬屎憑官勢,政改騙港人 梁國雄議員,請你立即提出你的問題 什麼叫馬屎呢,馬屎就是皇帝出巡,那隻馬屎了屎 共產黨 梁國雄議員,如果你再不提出你的問題,我制止你發言 主席,我引述司長的發言,我真的有做功課的,不是好像那些 亂來的,在你最34段就講 主席,不是你啊,是你啊 主席,從第一輪諮詢有商有糧,有根有據 實現普選到第二輪諮詢的2017機不可失 接著就講了,在第35段 主席最後就讓我以今次諮詢報告及方案封面的口號作結語 2017 2017 一定要得 你那個說法就是有商有糧,有根有據實現普選 是不是 其實你就沒有講到的,沒有詳細講話 梁國雄議員,請你立即提出你的問題 我認為不是有商有糧,是無稽無恥無糧無糧無理 梁國雄議員,這不是你發表議論的時候,請你立即提出你的問題 否則呢,請你立即停止發言 我現在真的講了,既然你逼得我這麼緊張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現在這個全部的馬史之下的馬史就在講 你有什麼辦法可以通過呢 我是有個意見給中央,聽住啊中央 聽住啊中央 聽住啊,沒有順便馬史 梁國雄議員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第五十條 裡面 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 梁國雄議員,梁國雄議員,停一停 黃國雄議員,什麼問題 梁國雄議員,剛才說他給個意見 他不是給個問題 請你叫他給個問題,不是給意見 黃國雄議員,我很高興你看得出這個問題 你剛才是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 我請議員 我想問司長會不會請中央按基本法第五十條 裡面的條文寫著,我引述 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 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次意見 行政長官可解散立法會 只要解散立法會 所有阻礙你們所說的普選通過的議員 都會被民意淘汰 梁國雄議員 提問完了請你坐下 我問你會不會報請中央 引用基本法第五十條 給一個機會 行政長官宣布 這一次的 你們覺得這麼重要,機不可失的 立法法案 變成法案 或者重要法案 是啟動這個程序 淘汰那些不得人心的立法會議員 這個就是我問你會不會這樣做 如果不做就不要再講民意 梁議員請你立即坐下 停止發言 政務司司長 多謝主席 正如我在聲明所講 現在是一個時候我呼籲 早前採取好消極態度的泛民議員 是回心轉意 是以一個積極務實的態度 來處理這次特區政府 已經實實在在提出了的 可以達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 所以希望梁議員 亦都是從這個方向來參與 在未來這兩三個月的討論 多謝主席 梁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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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議事規則 是非常之清楚的 你已經簡短問題提了 司長已經回應了 對於官員的聲明 梁國雄議員是沒有提跟進問題 梁國雄議員,如果你再不坐下 我就要行使我的職權命令你離開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對你做了最後的警告 大使館,我選票叫我炸國 解釋,我選了大使館